一早就挤满孩子 全是因为环境卫生差 又碰上雨季而感染生病 实际走访难民营 罪魁祸首就是这间蓝色小屋 水井就在厕所附近 加上水井挖得不够深 民众很容易喝到污染水源 另外难民营外面 地上全是满满的淤泥 一下雨就成了病霉纹繁衍的温床 每天有五六十人挂病号 其中三分之二是孩童 世界卫生组织担心雨季来临 每场大雨如同洛西亚难民的催命符 同样是雨季酿灾 周一孟买一场大雨造成边坡土石滑动 压毁好几辆汽车 走进市区更是一片汪洋 孟买贵为印度经济的心脏地带 当地的基础建设却没跟上脚步 排水系统不良每年六到十月雨季 就是水传染疾病的高风险期 打开新闻黄敬廷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